本港经济连续第五季录得增长 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 按年上升2.7% 高过市场预期的0.8%的升幅 但是比去年第四季升幅放缓 政府发言人说 本港第一季经济温和增长 整体服务输出显著增长 整体货物出口也明显上升 展望未来出口表现可能略为改善 经济持续增长 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支持 不过偏紧的金融状况 维持更长的时间 对经济信心和活动可能带来打击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有分析认为 美国最快第三季尾才有机会减息 本港多间主要银行 包括汇丰、恒生、中银香港和渣打 都是维持最优位利率不变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 一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 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至5.5% 继续处于2001年1月以来最高 会后声明提到 过去一年通胀有所放缓 但仍然高期 近期通胀回落至2% 目标方面缺乏进展 联储局对通胀回落 有更大的信心 才会开始减息 对市场担心 有加息的可能 主席鲍威尔表明 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加息加了这么多次之后 对于劳工市场的需求 对于投资 还有其实你看到租金方面 其实都开始回落 我们始终觉得通胀 今年其实都会在稍后的时候 慢慢回落 那个减息方面 今年可能较后 即第三季尾 甚至第四季 其实都仍然有个机会 金管局表示 香港金融及货币市场运作 继续维持畅信 港元汇率保持稳定 而港元刷息在往后一段日子 可能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市民在作出置业 按揭或其他借贷决定的时候 应该小心考虑 和管理利率风险 Mozinis记者吴杰正报道 航生指数收视报 18207点 升了444点 全日总成交1159亿多 坦欧洲股市 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8点 巴黎卡指数跌68点 德国德指数跌8点 团结香港基金说 未来五年房屋供应的前景改善 供应房屋政策重心 应该由提量改为体质 并增加出售资助房屋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 房屋趋势报告 预测未来五年楼宇落成量增加 当中私人住宅又超过19,000伙 公营房屋就有35,000伙 照越长远房屋策略目标 而随着造地进入收成期 政府土地储备比较充裕 有更大的弹性调节推售土地数量和速度 预计2029至2033年 平均每年私楼落成量最多达到超过18,000个 有预料未来10年整体趋势是平稳 根据公屋最新落成量 预测公屋轮后时间会在2627年度下跌到4年半 基金建议政策重心应该转为体质 并逐步增加公营房屋单位面积 以及资助出售单位比例 在中短期可以先做一个取写 我们先去增加陆置居的供应 一种就是它本身住在公屋里面 它买了陆置居之后 它就会腾出公屋的单位 给轮后刷上面的居民去上楼 第二种就是它在轮后刷里面 但一年之内可以上楼 即是说无论是哪一种的买家 其实它买了陆置居之后 都可以去减低公屋轮后时间的长度 所以希望可以提供到事业机会之余 也都可以继续去减低公屋轮后时间 澳洲国立大学有学生在学员质型示威 声援巴勒斯坦 校方说正是调查学生 是不是存在反犹太行为 强调若事件属实 会对有关的学生作出处分 澳洲多间大学 近日有学生跟随美国大学做法 在校内扎刑抗议 要求校方和以色列机构划清界线 位于坎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证实 正调查涉及对犹太学生的死亡威胁 和纳税敬礼 强调绝不容忍任何歧视言论 或违反澳洲法律和校规的行为 如有干犯 可能会采取必要的纪律处分 随着校园反战示威持续 持不同意见的标语铁门校园 在劳动节当日 更有工会声援扎刑学生 有犹太学生子感到不安 但也有犹太学生参与反战示威 认为反对以色列政府的人 并非针对犹太人 又只在校园内 没有体见任何反犹太主义行为 无线电视机者简永迅报道 专台的交通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南韩再放宽新冠防疫限制 去医院不用再强制戴口罩 南韩昨日起 将新冠疫情危机预警级别 由警戒下调到最低级别的关注 假除医院和疗养院等地点的 强制口罩铃 变成建议佩戴 新冠隔离要求也都进一步放宽 由建议确诊后隔离五日 缩短到建议发烧 吸收等主要症状 好转之后隔离二十四个钟 另外不再免费提供 新冠口服特效药给确诊者 改为收费五万韩元 折合大约是二博八十元港元 领取医疗宝座 和低收入人士等就继续免费 中大研发出一套 预测病毒基因演变的计算模型 团队说可以推算出两年后 流感病毒将出现的变异 有在疫苗研发等等 加强保护的功效 病毒会变异 流感病毒也都不例外 流感疫苗要因应病毒基因进化 每年定期更新疫苗病毒株 中大医学团队自2016年起 进行针对性研究 研发出预测病毒基因演变的计算模型 Beth-1 可以好像天气预报般 推算病毒即将出现的变异 团队说 模型参考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毒基因 流行病学 以至气象学等的数据 可以提前年半去到两年 预测流感病毒株的变异 经验证 近九成预测结果 比当季使用的疫苗株更加准确 而针对变异夹流病毒的效力 可以提高11%去到13% 我们是用过去17个流感季 每一个流感季预测下一个流感季 以此去逐年的预测和验证 为了确保模型的准确性 我们做了三年的前阵性的预测 将每一个mutation 它自己的特征就计了出来 比如它每一个mutation的演发速度 它的projection 它的trajectory 就是它未来应该如何变化 一个一个全部解释出来 所以是可以做到一个更加精准的效果 团队又说 过往世界卫生组织 是以德国和美国的数据作参考 评估下一个流行季节使用的 流感疫苗株 去年它已经表明有用到 本港这个模型所预测的数据 能不能以这个模型预测新冠病毒的变异呢 团队说难度较高 他预计最快一年之后才有成果 无线电视机者黎卫尔报道 萧委会去年被黑客入侵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 有超过450人的资料外洩 包括近300个投诉人 认为萧委会欠缺足够的保安措施 出现五项缺失 在定违反私隐条例 萧委会去年9月被黑客攻击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调查 说黑客去年9月4日 拿到据管理员权限的账户 透过VPN即是虚拟私有网络 进入到萧委会的网络 大约过几星期之后 攻击伺服器和员工的电脑 外置资料储存装置 偷了大约1.5G的数据 涉及超过450人的资料 当中包括289个投诉人 24个离职员工等的名字 住址手提电话号码等被盗 亦都令到萧委会93个系统遭到恶意加密 公署调查发现 萧委会在疫情期间容许员工在家工作 但是员工对实施多重认证全阻力 资讯科技部员工也都人手不够 未有为远端传取的资料采取多重认证 去到疫后仍然未实施 令到黑客有机可乘 公署又批评萧委会的 政策安全威胁软件有漏洞 未能够拦截黑客之余 亦都无法出警报电邮 调查当中亦都有问萧委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萧委会亦都回应回答我们 就说由于负责网络安全的萧委会员工 以及供应商的员工都已经离职 所以萧委会是未能够确定有关的原因 因此来说我们也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用户的账户贫证是被黑客取了的 这个萧委会也都解释不了的 公署又说大量个人资料被盗 是因为储存在没有网络安全软件的伺服器里面 萧委会就说这些资料储存在两个员工的工作电脑 包括一份投诉数据分析视算表 但就不涉及信用卡、银行、账户等等 形容受影响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 但公署认为行为已经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已经发出执行通知 要求两个月内纠证 否则或者会刑事检控 萧委会说对公署建议深表重视 又说暂时未发现个人资料被公开 无线事记者一流进入报道 被控串谋欺诈的前立法会议员尖培中和他的儿子 向法庭申请永久中止聆讯 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審 尖培中公称2020年收到证监会的信件 说调查已经完成和没有指控 又说没有预料到联储会插手 占培中说他卖股无需向上市公司交代 证监会表明不调查 他才会取消所有资料 洪放时间一年多之后才起诉对他不公 占培中和他的儿子占健林 被控处谋他人在配售可换股票据 以增加上市公司股本时 隐瞒秘密买学协议 诈骗联交所上市公司和他董事会和股东 涉及超过4200元 两个人都否认串谋欺诈罪 而同案65岁黄培丽 避好一项洗黑钱罪 联合国大会就美国否决接纳巴勒斯坦为会 会员国举行会议 多国代表对美国的否决表示失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附冲说 美国一再滥用否决权有为大国担当 美国顽固从自身利益和地缘政治算计出发 一再滥用否决权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希望美国真正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加入国际社会的正义行动 为平息袈裟战火 缓解人道灾难 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上个月在安利会否决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 附冲说中方支持安利会尽早再次审议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 希望个别国家不要继续为此设置障碍 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 为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作出不懈努力 资金二平台下个月26号图入运作 预计头两年平均可以降低行政费36% 港股升超过400点 再创今年以来新高 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路陷增至48死 搜救仍然继续 大家好,我是周何欣 资金二平台下个月26号投入运作 资金局说资金二平台 可以将行政工作自动化和精简化 预计头两年 平均可以降低行政费用36% 十年内降低最多是五成半 用家也可以同时在资金二平台上看到强积金表现 管理基金、金改投资组合等等 平均也有自动计算公款和公款到期日的提示 方便雇主电子处理公款程序 最先加入平台的售托公司是曼通信托 参与旗下强积金计划的成员或是他的雇主 下个月12号开始可以登记注册 在资金二开户 6月的强积金供款需要在7月10号或之前 透过平台进行 强积金预计 资金局预计全部24个强积金计划 在年半之内就会转移到平台 税务局即日起会派发大约是244万份 个别人士报税表 比前一年度多大约4万份 税务局提醒纳税人要准时提交 填妥的报税表 也都鼓励透过网上报税 今个财政年度预算整体税收达到 3828亿 按年升一成二 至于印花税 受惠楼市设立之后成交增加 以及股市交投近期会暖 预料将会多收4成4 达到710亿 至于上个财政年度 整体税收3420亿 按年减少大约5分 即是182亿 当中跌幅最大的是印花税 按年少三成 减少了209亿 只是有491亿 而利得税就是有1705亿 减少37亿 少了2分 新讽税有799亿 按年多了4亿 是创了历年的新高 港股升超过400点 再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而恒指年升8日 是超过6年来最长的升市 累计上升了近2000点 五一假期之后 港股延续升势 大市组段略为回落 但很快就从10上升的动力 最多升454点 收报18207点 升444点 成交1159亿 成交1159亿 内地的午朝 对市场气氛有帮助 再加上就是昨晚 今早白威尔 那些相对比较隔派的元朗 也会有少少助力在那里 来看市由去年的高位 12700 跌至14600 你按照反弹的黄金比率 你达到一半了 短期之内升到6、7、8点 其实是一个难题 科网股有追捧 美团升超过8% 京东健康和压力健康 齐升一成 金融股也都支撑大市 汇控公布轨迹之后 继续有支持 收市升穿69元 再创超过一年新高 又帮升2% 逼近60元的关口 比亚迪上月销量 按年增加近4成9 股价升4% 加负量倍增的蔚来急升2成 澳门上个月的博彩收入 高过市场预期 赌业股全线向好 新豪升超过7% 国际油价下跌 三桶油液市向下 中石油下跌超过3% 无线电视记者李保线报道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二天 截至早10点 国口岸陆德16万2千人次出入境 其中近5万3千内地旅客入境 超过3万4千港人出境 而假期的第一天 本港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 全面復常之后 首个内地五一黄金周 第一天超过80万人次 经本港各个口岸出入境 入境旅客占20万9千 其中内地旅客超过18万1千人次 去年五一假期首日 即是去年4月29号 内地仍然有健康申报等的措施 今年比去年多1万5千多人次 升幅达9.4% 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口岸入境 有近4万8千人次 其次是洛马洲之线和罗湖口岸 整体入境人次比出境多 34万出境人次入面 香港居民占19万5千 旅客局第一次在五一黄金周 在尖东海旁举办海上烟火表演 有饮食业界说 维港海旁餐厅晚市有明显增长 但整体不如理想 如果近海边看到烟火的餐厅 那里会受围堵 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入座时间 吃完饭就可能趕着看烟火 或者是看完烟火就过来吃饭 那段时间是比较多 那些客人是用来光顾的 所以就不同以前的感觉 就是他们会是 可能很早来到香港 接着就会是来到香港之后 就会过夜就再消费吃饭 就可能过多两天才会走 但是感觉就是说 来到之后 接着就可能夜晚 日头都不见了又是否出现 就可能夜晚已经是 走了回去国内那边的地境 他建议政府在日间举办 更多覆盖全港各区的活动 吸引游客流港消费 无线电视机者黎卫尔报道 港大食丝走阶段游客分流措施 游客参观校园之前 要提前预约 校方在香港大学站外面 港大的出入口位置 设置了排队区域 有职员检查预约 港大上个月宣布 岩余渡访的游客不断增加 今个月起实施 首阶段游客分流措施 游客如果在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8点至到下午6点半参观 要先在网上登记平台 10名预约 每次可以参观两个钟 切明额限制 其余时间和公众假期 就可以自由进出校园 有游客说不知道安排 未能够进去港大参观 说今天月都已经晚了 那我们过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人心话的 你早跟我们讲 我们大陆过来一趟容易吗 那我肯定很失望 因为我们来香港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孩子们感受一下 最想来的地方就是香港大学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今天去不了 广东梅大高速公路怒陷的事故 死亡人数增至48人 另外有30人受伤 搜救行动仍然继续 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市做好救援 及时处置风险隐患 搜救行动通宵进行 当局出动挖掘机 在现场清理杂物和泥石 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器 又出动搜救犬 继续寻找被困的人 内地传媒报道 消防也都用了边波雷达 监测三波又没有再次倒塌危机 有跌下来的车被吊出那阵 见到车身严重损毁 救援人员说 现场不时下雨 同时有大量的碎石跌下来 增加了救援难度 接下来我们会在72小时环境救援期内 争取最快的时间 营救被困人员 梅州大埔院的梅大高速公路 在星期三凌晨2点 塔嵌路面长大约17.9米 面积大约184.3平方米 当局出动500多人参与救援 又派出最强医疗专家为伤者会诊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重要指示 要求全市做好现场救援 和伤者救治 及时查出处置风险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大局稳定 由于伤者更多 梅州市呼吁市民踊跃捐血 多个捐血站都出现人龙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明报道 梅州市当局说 对今次的事故造成多人伤亡 感到痛心 会全力查明事故原因 我们深感痛心 深感不安 深感内疚 深感自主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我们与越南的家 同悲同爱 也深切关注 受伤人员的生殖状况 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 体积反三 全面做好 安全防管工作 关注网民关切 认真做好 后续的调教议 坚决查明 再可以及时下 社会订阅 菲律宾外家部就日前黄岩岛冲突 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批评中方采取危险动作 要求中方船立即离开相关水域 中方早前强调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顿速飞放停止针拳挑衅 由冲突当日拍摄片段可见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一艘船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遭到中国海景船发射水炮 造成船舱窗口浸水 一个电子屏幕损毁 船身栏杆和顶棚都变形 卫星渡航等部分航行设备也受损 另一艘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船隻 也遭到中方水炮击中受损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一名指挥官说 当局会尽快展开维修工作 预计需要花费200万到300万批索 即是大约27万到40万港元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就双方冲突 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临时代办周志勇 向中方提出抗议 批评中方船隻作出骚扰 撞击、拦阻和危险操作 并使用水炮和其他具侵略性的动作 导致飞方船隻受损 令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并要求中方船隻立即离开有关水域 路透社报道 今次是菲律宾现界政府第153次向中方提出抗议 亦都是今年以来第20次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外交部早前回应说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飞方的海警船和公母船 未经中方同意侵厂有关海域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拘离 敦促飞方停止侵权挑衅行为 不要挑战中方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无线连续记者昨天三不道 稍后的交通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社主宣布星期一起多两间安务院舍 纳入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分别是位于佛山南海区的唱响会养老院 和深圳保安区的森业移居 两间院舍都是由本港私营机构 和内地养老机构合作营运 连同早前两间位于深圳和兆庆的内地院舍 计划下合共有四间安务院舍 容许正在这里轮候资助缩委的长者 选择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务 写著又说正是探讨今年之内 将计划扩展到由内地机构营办的养老机构 这些机构需要被广东省文政厅 评分为四星或以上的升级养老机构 并最少有两年营运纪录 环境合生泰国局长谢展环说 当局将会在今个月27日 去到立法会报告 垃圾征费先行先试初步结果 我们都见到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的 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是比较繁复 最重要就是我们见到可能都对一些 前线的清洁工人或者一些管理的人员 都造成一些额外的工作 工作量大 表示他们会做得很辛苦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结果里面 我们会认真地去审视 因为我们觉得垃圾收费这个事情 实际上都是香港来说影响了七百万人的 我们怎么做 怎么可以令到大家去接受 令大家比较上没那么扰民 令大家做起来的时候 是可以畅信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实际去想怎么做的事情 其中一个试点柴湾连翠村 物馆公司的负责人说 只是有两成居民用指定垃圾袋 居民反应来说 就是说现在派的袋是比较小 那是15公升而已 跟它现在原先用的白胶袋 它是比较小 那变成可能在居民来说 就不习惯 它垃圾比较多 那个绿色胶袋是未必装得完 居民那个源头分裂的意识都未很够 未很够的时候 就可能什么垃圾 它都放在袋子里 包括有铜铁、铁、铁、厨余 什么都放进去 形成那个绿色胶袋 真的未必够用 它退而求其次 都是用白色 内地咖啡市场价格战的影响 陆续在经营商的业绩上浮现 剩下第一季小赞近一成半 瑞幸的业绩更加是转型为规 有分析相信 随着竞争渐趋白热化 不排除有个别品牌会被淘汰 内地咖啡市场竞争持续恶化 拖累企业业绩表现 内地连锁咖啡品牌龙头瑞幸 受惠减价促销 第一季收入二年大幅增长四成 但因为产品平均售价急降 期内油营转规 蝕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 国光龙星巴克 在中国市场销售减少的拖累之下 第一季少赚近一成半 触发股价大跌一成半 内地咖啡市场去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价格战 多间巨规模的内地连锁咖啡品牌 相计低价抢客 由不用10元人民币就买到一杯饮品 发展至有集团推出 不用10元人民币就买到两杯 除了减价之外 内地连锁咖啡品牌加快全国滲透 单计税行第一季就开店超过2300间 整体门店数目增加至超过18000间 星巴克管理层承认 集团在内地市场正面临激烈的竞争 但强调无意参与价格战 目前星巴克的咖啡售价 是其他内地品牌的一倍以上 有分析认为内地咖啡市场未有萎缩 但星巴克内地第一季同店销售下跌一成一 证明市场已经出现变化 在消费降级的趋势之下 未必再有很多消费者愿意付出较高的价钱购买品味 相反星巴克如果加入价格战 将会动摇品牌定位 令到经营面临更大的挑战 分析相信内地咖啡价格战 已经发展至白热化阶段 不排除有个别品牌最终会被淘汰 无线电视记者陆沛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